整個社區 整個鋪裡最大的一個貢獻 那我們也針對社會的各種不同的議題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一些社會的這個參與 那從這個是兩年前的 大家在反核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辦了這個反核的這個插畫展 然後我們也在這個過程裡面 雖然年輕人投入這個重建的工作 那我們也沒有晃掉社區的長輩 我們在11年前就開始 這個有一個這個逃民的長青步伐班 就把這個社區的長輩們 邀來大家來共同來畫畫 那馬上帶大家去長青村 我想有很多的感觸 但是我想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社區裡面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一些方法 就是像這些還可以有能力 有出來的這些長輩們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時間 共同的空間 11年來他們畫了非常多的作品 我們每年內都為這些阿嬤們 舉辦這個大型的這個展覽 那前幾天他們才去那個 這個這個台南 專出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記得這些作品 我們希望在今年可以幫這些阿嬤們 完成數位的典藏 還有書的這個出版 那另外我們讓這些阿嬤們 可以蓋一個可以典藏他們作品的 這個阿嬤之物 那裡面有一個數位化的 一個典藏的這個空間 那大家如果等一下 要到指教的時候 可以在裡面最裡面的地方 可以往外看 就有一個正在蓋著一個 塗的一個空間 那個就是我們以後 數位化典藏的一個空間 那這樣的一個發展的這個過程 我想就真正 把整個指教到新戶鄉的這個整個經營 轉型成一個 所謂的這個社會企業 發展的一個空間 那在還沒有這個整個指教航園區之前 那我們90%的這樣的一個 基金會的預算 是來自於政府部門的計畫 但是到現在呢 我想我們剛好整個的關轉過來 我們大概現在可以有90%的這個 整個經費是來自於 指教航這樣的一個收入 那我們把這個指教航 引育的這個部分 重新回過它來支持 整個新戶鄉文教基金會 在所謂的它的社會公益 在這個所謂的關心地方的環境 社會文化 產業這個議題上面 我們來做更多的這個努力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想法底下 在2010年開始 埔里這裡有許多的朋友 一直在跟我們談說 有沒有可能我們將 桃米的這個生態村的這個概念 擴展到整個大的埔里地區的 生態城鎮的發展 那假設有這樣的一個機會的話 那是不是生態城鎮的發展的願景 可以成為這個埔里未來的整個 城鎮轉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所謂的區域的願景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想法底下 後來我們又找到了這個蝴蝶的元素 那為什麼會找到蝴蝶元素呢 我們從過去的歷史可以知道 尤其是在1960到1975年這段時間 全台灣用這個一年 因為把蝴蝶做成各種不同的標本 工藝品或者是蝴蝶的貼畫 這樣的加工品外銷到全世界 一年大概要用了 兩千多萬隻以上的蝴蝶 它的這些漂亮的翅膀 所以那個